- 其實我覺得這個床還蠻穩的耶 - 它其實不是很軟那種,放在它散的就會跌到那種的 - 它這個床蠻穩的,對不起 - 妳剛剛直接站上去,所以妳還不高興推她 -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我不是有意的,對不起 - 我們走吧,我們慢慢走 - 我聽到有聲音耶 - 今天真的有聲音啊 - 阿咪,幹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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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還要一下下啦,我快要完了,我快要這邊 - 死了,你又讓我講錯話 - 我快要搜尋完了,等我一下下好了 - 是,看到,我剛剛看到有一個房間啊 - 那個蠻氣色的,很明顯 - 在0170分成兩組搜尋的同時 - 原本通訊正常的對講機 - 此時卻出現了嚴重的擔擾 - 我看到一個房間啊 - 原來是有那個按摩預告 - 是機械縣原理,還是靈異天擾 - 他們的對講機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 你在網上呢,我剛剛看到 - 講的時候都一直有咬一下他們在去 - 我聽到你怎麼講 - 阿咪此時還不知道 - 她可能處在一個靈異干擾的危機中 - 房間有原型的床,還有它裡面 - 而到底接下來 - 阿咪會發生什麼狀況呢 - 還在這邊看它是比較危險的 - 阿咪他已經神經病過了 - 我就真的有空中條 - 因為我發現 - 她在...剛剛我跟她對話的時候 - 其實她沒有雜音的 - 可是現在她站在這個房間 - 她跟我... - 站在她說的那個房間 - 跟我講過一個動作的時候 - 很多雜音啊 - 還有斷群的現象 - 我想她現在在那個房間 - 可能是最硬的一間吧 - 保安! 你怎麼回事? 我看你怎麼回事? 你怎麼回事? 你說什麼? 我聽不清楚? 喂?喂,Amy? 我媽,Amy,Amy 我被躲起來了 你怎麼回事? 那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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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房門為什麼會突然被反鎖 在之前已經受到驚嚇的Amy 此時的情緒反應更是超乎異常的歇斯底力 喂?Amy 你能不能上去找他們嗎? 他們都要去幾門 七樓 Amy 我看裡面出來了啦 Amy 怎麼辦啊 門打開就好啦 加油 等一下 有些東西打過去嗎? 是不是 你別拆不開嗎? 我不要拿藥紙好不好 你不想吃我的藥紙嗎? 沒有 我沒有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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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看齊了 702 1 702 蛤? 我這裡是01 那個是0 03 05 02 0202 04 01 702 等一下 我沒有看齊了 找不到 你去那邊鑰匙,那怎麼辦啊 回上去踹門了,怎麼辦 快點,快點 Amy,你來好吧 Amy,你們讓開喔 快了 快點啦 你讓我來 快點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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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怕 Asy,你打不開嗎 我打不開 我騙你幹嘛 我自己嚇自己 好神經 我打不開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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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個忙啊 沒事了 沒事了 你不要怕了 我一直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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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怕 怎麼辦啊 怎麼了 上次我感覺又來了 快點 快點,大家先走 大家先走 這裡 這裡 由於之前的外景 製作人曾經發生被鬼上身的事件 因此 在這個密閉空間的地方 工作人員又上樓下樓 跑的情況之下 製作人 會不會又發生 重點鬼上身的類似情緒嗎 我一直撐住 拜託 快點 你不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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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機要撐住 誰 誰 誰拉住他 快點 快點 誰拉住他 快點 你幹嘛啦 不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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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快點 你抓住我 你抓住我 那我投身是不是 你一定換一隻手給我 好不好 你換一隻手給我 這地方這隻 會讓它很快一點 而且我剛剛這樣 跑來跑去 這是好的事情 所以我想要 要不要 很喘 所以要呼吸一下呼吸 快點 快點 στη平 你先走 快點 走 讓我現在在 brushes you了 快點 我先拉 快點 快點 進去 快點 快點 小心過去 我 depois打開 你把工hibli都走出來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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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cameras 没事吧 你也没事吧 看到了吧 现在知道什么叫做患难见真情了 对啊 其实你们感情还蛮好的嘛 对不对 可是我现在很想知道 就是说前面我们可能没有讲到 这个这栋大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它其实 其实一开始它不是这么高的 它原本是一种小小的那种旅舍 然后因为那里就 原本是小旅舍的时候就有一些 流音在房间里面自杀 流音 那之后就改建成现在这样子的规模 可是我们就有访问到 以前在这里面工作的那种女中啊 服务生 他就跟我们说啊 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晚上啊 原本有客人有订房间嘛 在里面睡觉 所以不然就会冲出来说他要退房 对啊 而且他们还说 就是常常在走廊上面 你会看到有就是那种白衣在晃动 而且是无所不在 就是你走到哪儿 然后他就会晃到哪里去 然后还有像有些 就是那柜台的服务师 你还会听到有人 就没有人住的房间 有一个女孩子 就是打电话要叫可乐 然后就是反正他们就是 叫可乐 就是说那间房间没有租出去了 没有人家住在里面 好朋友还喝可乐 可是会打电话出来 而且隔两三个礼拜 就会有人在里面自杀 就女孩子梦里心在里面自杀 那变习惯性的有人在里面自杀 看到了吧 映儿上个礼拜 唐老师帮你们算了吧 你是心灵上受创伤 你是楼上楼下七楼这样的跑来跑去 肉体上受创伤 我讲句实在话 那栋建筑物确实是在 非常快速的闹鬼的情况之下 就整个荒废掉了 没有 他们刚开始还封锁这个消息 可是到最后实在是没有办法有人住在里面 所以整个就废弃掉了 因为常出事嘛 我想请问一下高老师的看法呢 那个房子你看也确实是这样吗 事实上我们有一个很不解的就是说 我想观众朋友在那边说 那为什么那个房子会出事情呢 对啊 这就是我们讲说在看语学上 以八方来论定局 市正东南西北 市偶就是西北东南 西南东北 尤其是以这个西南跟东北 这个方位我们叫坤庚方 就这条线是阴阳不戒之所 阴不胜阳不强的时候呢 比较容易产生灵异的现象 那个房子它是坐落在那种 比较阴的地方 所以会发生 它只要坐在这个方向 办了水路上 办了那个所谓的气煞来讲 就容易产生灵异的现象 经由灵异呢 就是可能会出现自杀的 跳楼的 就是因为它这个方位不好 活生生的人任凭谁去啊 流年上犯关鬼 去那边必然就是垫屁股的 哎呦 哎呦 真的是蛮可怕 那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岳恩呢 你刚刚看到他们这个里面 发生的这种怪事情啊 又被人家推 又听到怪声音又出不来啊 你觉得那些东西 真的是所谓的灵异现象吗 我 对于我自己 我觉得我相信他 他当然相信 看了影片的时候 他就把他一直跳起来 这样子 整个人跳起来 这样子 然后一直起屁肌 好像那个综艺节目 在做电影 这样 好像变成我是他们 跟他们一样在里面 在里面 这样 生理其境 对啊 你比较大胆吧 男生 没有 其实我不大胆 不过我看那个VCR 我觉得那个应该是 密闭式空间 你觉得最不可思议的现象在哪里 最不可思议的身上 对 我觉得都 都很不可思议 我觉得没有一点都 一点都不觉得不可思议 因为我觉得那密闭式的空间 因为你呼吸 你跑上跑下 就像你 就像你在赛檀会中暑的感觉 你会觉得好风昏的 那被打的 对啊 被打那个就 就是那个被打那个 被解决的 就是在空间的那个 我觉得 听到蔡老师讲 蔡老师你觉得呢 是 那个基本上 这一栋旅馆 那么除了 事实上来讲 除了它犯了这个地底鞋上的 风水鞋上的一个关卡以外 那么其他本身的地零也有出了问题 所以刚才在整个影片中的现象 常常很容易 尤其像一些零出入的一种现象 跟人为的现象非常接近 常常很容易让人家 误解说是一种人为现象 那么基本上来讲说 他们进去探险 进去探查 整个过程里面 我想他们 你们可能没有时间拜拜吧 好 这第一点 还有你们去探 去探管他们的时候呢 那基本上呢 你们 没有先在 就是在进去的时候 没有再打招式 好 先打个招呼 然后呢 这整个一连串的动作 都一直在警告你们 好 但是你们一直都没有一些动作出来 不信邪 所以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样子 所以一直会有一些怪事情 对对对 它会一直连接 连接而来的一些怪事情 老师的意思是说 我们再这样下去 我们就完蛋了就对了 我觉得好可怕 这样子 我每次要进去葛物 之前我们两个都会在外面这样 对不起 不好意思 打扰了 今天我们是来工作的 要找就找我们制作人 我都会心想这样 这样有用吗 基本上有用 真的啊 对 所以他就会去找我们 那个变态制作人就对了 事实上来讲 那个 零这个东西跟人一样 他也是带你们要来这个拍片 事实上他们知道 那他也会有点戏弄 所以为什么 一般林役节目里面 这个监兵场地 碰到这种状况特别多 奇怪 我们一般的摄影来讲 都是不容易去看得到 而且你们为什么特别多 所以这个道理就好像 戏宴里面记忆的联音最多影响 所以在戏宴里面 很多灵 所以我们在灵学里面 有三多的地方 第一个是妙 因为他也想超度嘛 他听佛音 对不对 第二个 就是 第一个是庙林嘛 那么第二个是国墓嘛 第三个就是 演戏的地方 就是三多嘛 我也很喜欢看戏 看戏 所以一定要你们也是 那个地方 旅馆看戏在高雄三多路吧 三多了 高雄三多路我不知道 摄影师啊 每一次是不同的摄影师 所以呢 今天轮到他了 到那边去 对不起我来冒犯了 你待会相信 每一次都是你们两个 每一次 那种谎话讲多的放羊的孩子 被他们冒犯了 对 我觉得他们两个真的是不错 因为他们去了这么多的鬼屋 都还能够平安 我知道有一些人 去鬼屋之后 忽然会发疯了 你知道吗 真的吗 对不对 老师对不对 因为现在他们有些精神耗弱的人 如果长期鬼屋会封掉 这是解释三个现象 刚刚我们解释过 显向有三个方式 但是一旦touch之后呢 会有三个现象 第一个是你一定 你在固定的时间 或者不固定的时间 就不论时间了 你只要到现场 人有自然的反应工作 叫第三类接触 心灵感受 你很自然觉得这个地点不适合你 这就开始不舒服了 那再来呢 就是说你硬是留在现场的时候 人就开始会有 晕眩跟呕吐的现象 这已经到第二度了 那第三度就是 你已经停留过久了 回到家里之后呢 开始生病 或者是说 你有被跟上这些不好的灵 就会出意外或血光 那这就是得看你的直觉 一旦不舒服 就赶快到有空气的地方 风可以划上 或者到人多 或是说到有阳光的地方 去解除那些阴离子 如果你都没有解除 反而又被灵界的东西 给根覆到了 那就必然 所以长久就是有可能会 造成一些精神浩荣的现象 不过我们今天非常地感谢 两位尖兵 还有现场的朋友 一起来参与这个讨论 我们马上就要进行 下面的 更精彩的单元了 然后再躺 左边一 左边躺 右边躺 就开始听到一轮转 不要睡在我身上 我会想 因为那只要不要睡在我身上 这样听 你还是不要睡在我身上 这脸刚好是这样 躺上 然后眼睛还张开 还打开看到 然后就是脑子都已经出来 然后都这样流 七孔流起来 就是这样 什么是棺材杀气 什么是英明脉动 为什么一位 跺过台的观众 在躺进棺材后 会看到自己的英明 为什么看到英明之后 他又全身青丸 不能自己呢 好难过 OK 接下来是我们明星鬼话 跟观众鬼话的单元了 对 但是我要先来介绍 一位特别来宾 他本身是在香港 现在拍一个电影 叫《娱乐之网》 我们来欢迎林佳佳 水龙姐好 焦大哥好 还有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佳佳 好 好 在我们讲鬼故事之前 我要提一个特殊的现象 一个一个一个问题 因为呢 今天岳元来的现场 他本身一个身份的特殊 所以呢 我要请教两位老师 人啊 往生之后 假设我往生了 未来的灵界 会是个男的身份 你是一个男性的身份 像我如果往生的话 我就是一个女性的身份 可是以岳元这样子的身份来讲 未来往生之后 是属于男的还是属于女的 来 郭老师 这个现象事实上是不争的事实 自古天地 阴阳电论 阴阳电论就是人 人它只是一个活的躯体 那里面入住了山魂跟气魄 然后在这个空间来生存 那生存的时候就是阴阳病存 所以你说男孩子哭到失声的时候 就跟女孩子一样 女孩子凶起来啊 他就跟男孩子一样的汗 所以如果说不管他的躯体如何的改造 总不能说上天对我太眷顾我了 还是说对我不公平 我这个脸上是像女的或者像男的 可是呢给人家感觉 就是有错觉 所以你基于这个理由 你经由医学 还有那个医学美容 改变了你身上的特质 事实上你往生过后 做了先命之后 还是回归于本命 我如果生出来 我是男生的身体的话 我去世的话 我就是男性的那个 还是男性的 不管我经过美容整形什么 都还是这个样子 没有错 蔡老师你觉得是这样子吗 基本上它是一个原则 但是我做一个补充 基本上人在山魂跟气魄 它是分离的 所以一般来讲 在所谓的山魂里面 它并没有分男女性 气魄它会有分男女性 所以我们在做 灵血的一个研究的时候 我们发现说 就像说 它本身虽然是一个 男孩子的躯体 可是它灵 也就是它三魂来讲 它是一个女性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什么三次英国 你上辈子是一个女孩子之类的 所以当你死亡之后 你的灵会归 所谓的阴阳定位的原点 可你就是一个女性 虽然你现在活的是一个男性 可是你往生的时候 是一个女性 像算命的来讲 常常讲说 你男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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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原理 基本上要知道 你的眼神是属于你还是男 你还可以去短定 那约然你希望未来 是属于男的还是女的 我希望相信男的一样 真的吗 像女孩子的样子 很美 那你就要再努力了 再努力了 我们来听鬼故事 我们先请这个男生先讲好了 先请智慧开始 慧哥 来讲个故事 就是啊 我要讲的是 就是一个在大陆 发生了已经在旅 因为有一次我跟那个吴奇隆 到南京去参加了一个电视录影 就是三天很赶 那第一天到呢 就是彩排 然后第二天就表演 第三天一大早 大概八点飞机要走 那要走那一天呢 刚好就是起了一大早 然后机场起了大雾 就南京机场起了大早就关闭了 然后我们就再折回我们那个饭店 对 然后那个饭店去澳 已经没有防卫了 然后他最后就把我们找一个 就一直找都没有我那个旅馆 对不对 然后最后就找到一家是营兵馆 营兵馆很好很好 对对 风景优美 对 超优美 然后就进去的就是他们 就是一个好像公园这样 然后大树啊 然后里面都很空旷 什么都没有 就是营兵馆 我也很豪华 觉得里面什么都没有 然后呢 他是住那个贵宾室 然后我是住那种普通的那种 然后到晚上呢 我们就出去吃热饭啊 喝了一点小酒就回来 他就回他房间 我就回我的房间 然后回我的房间之后呢 因为基本上 我到外面住了有个习惯是 去印尼之后 进房门会先敲门 就说跟他不好意思这样 可是那天就是吃了 喝了一点酒啊 没什么 就这样进去这样 然后就很很奇怪就是啊 那方面很空旷 晚上的时候都会这样 乌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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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 就很冷这样 然后就差不多到了十一二点的时候 因为差不多要 要睡覺 隔一天還是一大早 趕緊要走 然後就叫 民眾聽到 外面就有人在敲門 叩叩叩叩 然後就看 就沒人 連續兩三次 就很火 到底是誰 然後就打電話去問 吳先生有沒有找我 他說他也沒找我 就打下去那個櫃檯 也沒人找我 這樣就很 心裡開始很毛 你知道 然後就開始請家 請一些東西 要趕快出來那種 然後我到晚上睡覺的時候 就還是有人在敲門 然後就最後一季去開門的時候 就覺得一陣冷風這樣吹進來 然後就開始心裡很毛這樣 然後就躺在床上這樣子 閉上眼睛 也趕快想睡覺 然後就躺 左邊躺 右邊躺 就開始聽到有人這樣講 不要睡在我的床上 我問誰 要不要睡在我的床上 這樣聽 還是不要睡在我的床上 我一直真的不敢張開我的眼睛 然後我真的很火 因為不知道是什麼聲音 然後我躺在正面的時候 一張開眼睛 就 一個女神就在牆上這樣 不要睡在我的床上 然後就開始 什麼神仙什麼都請出來這樣子 然後就身體又不能動這樣 你就看到那個女鬼在上面 對 她不要這樣 然後就叫 我就開始叫這樣 然後就開始叫那個快風 然後就這樣一直嚇一跳 然後到第二天就想 因為我根本 我已經動不了 好恐怖 然後就很可怕這樣子 然後隔一天我也不敢問 然後她 第二天我們聊天的時候 然後我今天就問 你長完了 我說欸 你也有嗎 她說她昨天 就好像有人在坐她的床 就這樣 很明顯 對 就很明顯 我說是不是我們太累了 我說 我那個可能應該是真的吧 對啊 所以 所以只要我一出 出國外的時候 到飯店 我一定會敲門 一定會清楚敲門這樣 好 我們要來聽這個 美麗的王岳恩 來跟我們講回故事 是我有一個朋友 就是發生在她的身上 她有一天 好像那時候是過年 農曆的初二 她那時候剛好在家裡 在整理東西 然後就突然聽到樓上這樣 她的那個天花板 因為她住三樓 天花板的蹦一聲 然後就 她就想說是誰啊 會不會是貓或什麼 她就打開看 就看到一個他們家樓上的鄰居 一個太太穿了紅衣服 然後畫了紅色的妝 跟紅色的衣服 跳樓自殺 死在她的門口 死在她的樓下 結果她的臉剛好是這樣朝上的 然後眼睛還張開 她一打開看 然後就是腦都已經出來 然後就這樣吸口流起來 就這樣 她這樣看了一下 很可怕 最後最後結果她就覺得 她有時候會感覺到 他們家樓上的小孩會哭會鬧 可是一到十二點之後 在頭七之前 他們家小孩都會哭會鬧 然後就 一到十二點 小孩就突然就安靜下來 就不鬧 因為那個女的回來 看她的小孩 安撫小孩 對 安撫小孩 可是有一天 我那朋友的媽媽 在樓下竟然碰到那個女的 她還說 還跟她打招呼 像說 跳樓的女的嗎 對 她說 你為什麼這麼晚才回來 為什麼還穿她全身紅的這樣 那女孩說 沒有回來看我的小孩 我很難過 我這麼早就離 那她媽媽不知道那女的死 她不知道啊 因為已經 因為她媽媽已經年紀有點大 然後有點搞不清楚 忘掉想說 大家都領居 便 才發生沒多久 想可能 往那麼晚回來這樣 然後剛好就碰到這樣 說太太你怎麼就晚回來啊 怎麼樣這樣 然後她說我回來看我的小孩 然後就 可是她那表情還是 OK的 還沒有那種看到那種 就是在今天 看到那個 很可怕的那樣 最後她 等到頭七之後 就再也沒有再看到那個女的 然後小孩還是 頭七之後還是也是哭湯 然後這樣子 對 接下來我們來聽這個 佳佳的鬼故事 我講的是一個 在三溫暖公共場合的一個 恐怕的 很可怕 我可能已經不敢去三溫暖了 對嗎 可怕的故事 那發生在我朋友的身上 因為我朋友很貴婦人 幾乎天天跑三溫暖去蒸皮膚啊 什麼的 她都已經那種蒸到那種 已經人家把它當成VIP了 VIP 你知道嗎 就是已經有一個固定的婆婆 來幫她按摩了 你知道嗎 人家我要指定那一個 對啊 有一天她就大概 12點 1點那時候 就是洗完三溫暖 然後去蒸 然後就去按摩 然後就也是那個婆婆幫她按 然後結果她按按按按按 然後婆婆就說她要去拿那個 按摩都會有那個油對不對 對 她說油不夠她要去拿 結果她那天很累 然後就那樣趴著嘛 然後也沒有抬頭起來 就等那個婆婆回來 只要這裡都很怕 結果回來就接著按 她發現 那手怎麼那麼冰啊 然後她這樣 婆婆 你頭是去喝涼的是不是 為什麼手那麼冰啊 那人也不講話 她就一直按一直按 那按不會按按按到翻面嘛 對不對 結果 當她一翻過來的時候 看到不是那個婆婆 是一個沒有五官的一個女孩子 在幫她按 對啊 嚇到嚇到她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馬上沒穿衣服 然後就跑出去了 然後結果才發現 婆婆原來是在上廁所 然後結果她就問那個情況 然後才發現 以前有一個年輕的女孩子 在那邊做按摩室 然後有自殺 為了為情兒自殺 然後結果 幫她按摩那個 就等於蒂婦林在那邊 對 我有專業用字 蒂婦林在那邊 然後就不願意走開 對 那她現在的情況 她有在去那一家嗎 不敢 對 好可怕 你有沒有私下告訴我們 她的名字 對 我很難 昨天也同一家 哎呀 我剛剛還以為要轉過來 混成自稱劍 不然是 真的 太可怕了 對 那很可怕 嗯 我想請問一下這個老師 那像他們這種 比如說在那邊 自殺或什麼 他為什麼還重複在做那個工作 他為什麼不趕快投胎 還幹嘛 剛剛老師還有講解過了 事實上來講 他如果有完全的超度 基本上來講 不會再相差 所以可能人家沒有幫他超度 沒有完全超度 所以才會成為低伏力 這是基本的一個定義 好 如果有超度完 就絕對不會再相差 老師我要問你一個問題 就是 如果說那邊有人跳樓自殺 會不會 他的院名會一直就是 會想要在 在那邊工作啊 不是 就是 結果隔了兩三年之後 同一個時間 也有人在那邊自殺 會 那時候我去那邊健身 然後那五片就說 那裡今天早上有人跳樓 然後我就不講話 然後我說 離開這裡再跟你講 他說怎麼了 我說我以前在那邊工作 就是 這個時間也有人在那邊 從樓上放 基本上來講 會自殺的地點 他本身就是一個所謂的 在風水裡面來講 也是一個木煞 就是自殺煞的一個點 不過在這個風水 水像沒有改變之前 他在固定的流年裡面 三年到六年裡面 固定的人會到人自殺 他是肯定 跟他自殺的人來拉他 沒有什麼特別關係 好 我們今天非常的感謝 所有的朋友帶給我們 這麼好聽的鬼故事 光聽那個鬼故事 就已經怕成這樣了 而且我好像有一百個問題 都還沒問耶 謝謝這個朋友們 帶給我們的這個鬼故事 我們要進行下面的代變 為什麼一個正常的人 靠近關在後 臉形會變化呢 待會兒的招待任務 將要揭開這些恐怖的答案 他女性有在變 對